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年初的时候 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海底捞有暂停营业 那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是可预期的 不过看看台湾海底捞 平日下午非用餐时间 还有人后卫 假日没定位 要等半小时以上 以这家在信义区的分店来说 整栋百货过锅竞争 5月之后 业绩已经追回到 和去年同期持平 在台湾 海底捞要面对同业竞争的状况之下 第一个有没有创新的题材 第二个能不能去做一些 更符合消费者喜欢的口味 专人拨虾 美资锅 号称新加坡版海底捞 肉麻服务 和驾档海底捞较劲 还有网美风装潢 一个是美甲按摩服务 另一家帮忙拨虾和变法打扮 同栋楼热门国务 还有捞王 靠招牌猪赌机锅 另一家新店 则是主打吃豆宝 海底楼台湾店没向中国 碰上疫情惨兮兮 但有强劲对手 抢一年三百亿火锅商机 三连新闻李文盛 谢书铭台北报导